杨老师对于这个东西 其实它还是有反差的 他说是年轻人大跟不上 但他家里的东西都是年轻人的 甚至是小姑娘喜欢的 真的 各种各样的模仿玩具 我家里有那么一两个不多 有很多个家的 我放在其他家里 我正解释一下 我家里没有很多模仿玩具 我就是一个是我出去骑摩托车 车上会挂好多玩偶 然后我确实会刷小红书 有时候烦的时候会治愈的 看一下那些 首先男生刷小红书这件事情就 就很治愈 你也应该开一个 专门介绍毛绒玩具的展览 专门介绍什么那个 对啊 琳娜贝尔什么的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 阎老师这么喜欢毛绒玩具 然后后来我发现 比如说他摩托车上会挂 然后自己会刷 然后在公司里边看到别人抱 然后等别人走了 他会去拿 你叫偷吧 我当别人抱我阎老师父 这个公司还能骗得暖身 我们要让鲜鼓的发现 那会不会我们要多买一点 因为这边弄完这期以后 不一定 这您看不上吧 这是个啥 这是个骨头 是个珊瑚是吧 兔子 这是个兔子 因为那个是耳朵 这样 这是个兔子是吧 明白了 好 终于抱上了 黎老师今天其实一进来 就看到这俩玩儿了 你知道吗 就盯着了 就一直 对 就想抱着 就想抱着 那我听说你在家里会 自己收拾桌子呀什么 就不就挺爱做家务的吧 你都特别好收拾 我特别找了那个 黎老师的朋友圈 你看看 一高兴没忍住 把羽绒服给洗了 但是呢 羽毛都跑到一起去了 该怎么办 这次来腾山只做了三件事 洗衣服演出 这么爱洗衣服呀 走 我觉得这可能我一个怪癖 就我特别不喜欢 把脏衣服带到箱子里 就不爱把脏衣服带回去 那你没干怎么办 上飞机 那么灰都 更脏了 会在那个 会在飞机上洗吗 就是如果说 太一般 就上个飞机之间 挂个飞机翅膀 我先来 如果说李丁和郭麒麟打起来 你会帮谁 帮郭麒麟 假话 假话 对 因为跟李丁在讲的作品 跟郭麒麟没啥作品 因为我在这儿 那你怎么评价郭麒麟呢 我今天是一个很优秀的 演员 假话 对 是很优秀演员 并不是因为她是领导子女 反联看看她 那所以就是来 咱们这个节目 是因为和麒麟掰了吗 对 也不能说掰了吧 是被甩了吧 这回看到那个 招容云老师 就是你有没有点 就是恨她把大林抢走的 恨 你心里还有她吗 有了李丁老师之后 有 有 有 你真的有点真假难辨 真假难辨 完全是阎老师脑子跟不上 那我再问一个 稍微那个一点的 太好了 等她包天一点 就是你和于谦 但是谁是 等于说第一捧个人 我 你觉得于谦老师相比较 你差在哪儿 差在搭档比我厉害 没这么说话 我问一下李丁老师吧 好 我也说假话 现在网友都说你是郭细琳的平屉 你认不认 何止是平屉呀 实际上 就你看 严老师 他不是说 可以说吗 我 都可以说 别说了 他不用扭我嘴 因为严老师说他是 你说一说 严老师是那个什么嘛 太子妃嘛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太子妃的妃 对 而且话说回来 如果我是郭细琳的平屉的话 我觉得有压力的应该是郭细琳吧 都不过 都不过 评价一下 你们俩 你觉得谁的相声功力强 你亮着说 你往这里说 肯定是我 你猜亮你亮 没亮 你把这个游戏 玩到了一个世界 如果说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是留在现在自己的单位 还是去德云社 去德云社 在德云社彭哥你能排第几 彭哥排第一 余老师在我下面吧 我觉得 我都想好了跟郭老师 我们第一个节目叫什么名字 严老师私下是怎么评价 马老师马冬的呢 这得问 李丁各有三权 因为马冬老师 正经跟他们关系比我们 一个卖戏的时候 对 马冬老师是我师叔 我觉得马冬老师特别好 这么 我得自保吧 你说三个马老师的缺点 真的缺点吗 就把你师父平时说那些 你还要想问 我们整个大门户的关系 那你说马冬老师有点 他来不理我们 真假的 我以为他只是不理我而已 他好像越是熟的人 他越不理 所以他那么关心我是因为 不熟 我是个外人 真的 马老师其实很少跟我们交了这些 马老师好像有一种亲密恐惧症 对对对 我记得马老师以前都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他说他小时候都没有人给他过生日 所以他特别 就是很没有仪式感的一个人 他也很害怕隆重的过生日 如果说我们大家一起给马老师过生日 他会直接打车走 对 这其实我也 我会觉得 就是比如特别亲密特隆重吧 就我会觉得我不配 你又爱毛绒玩具 又爱粉色 然后又配得感又很低 对对 配得很低 一岁的一个人 对对对 就是我听不着别人夸我 我只会去网上看骂我的话 就夸我的话 我一句我也看不到 有 这也是 就是我们第一期播完以后 然后杨老师天天见面就跟我说 你看这条怎么骂咱们的 你看那条 你听 梦寐以求的那个骂咱们的话终于出现了 我说杨老师咱看一看夸咱们 对对对 就是好像反正看到说自个不好呢 从小会席得一种安全感 反而就觉得 所以就喜欢在那个摩托车上面装一些毛绒玩具 吃点风 觉得自己只配这样风餐 对不对 但我觉得干喜剧的人 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 我瞎猜的 就是会很敏感很脆弱 是的 这趟直吗 挺直的 演员第一期以后 我还跟我们好多同事同行 就比如小很多的 二十多岁的好多说像儿同行 我就说你们应该趁着年轻早点出来 多跨界参加这样的东西 然后把一些好东西能带回到相儿里去 就是我们希望弄一个 类似于相儿奇妙夜的东西 就所有人大家都来说相儿 相儿也不一定就非点事 他那样我这样 谁一定要我师父 谁应怎么着 大家都是来说相儿的 答应各种方式来说相儿 对 改着偷学节目之顿 那要真能相儿奇妙夜的话 我就单纯的是想过瘾 他们俩好单纯 我以为他说 我就是单纯的想火象专家 结果我单纯的想过瘾 还特别得意 就刚才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咱们在互相在干吗 特别时髦的一词 爱博弈 特别时髦的 内号 你看他说 内号 特内号 然后这号我还不会写 我写的第一 我们现在提笔忘字 号怎么写 这是一缺点 就是容易跟自己较劲什么 就反复在想 这个节目还能不能往下弄 然后现在如果不弄的话 万一这又是个好点的 是不是弄完就可惜的事情 这就是内耗 这已经不是在推进这个节目了 那再弄别的事了 那你之前在社里 也会 这些问题说向上也会有 就是做事的一个习惯 就会想的比较多一些 想的比较多 李老师来 这点缺点 李老师缺点多吗 严老师 李老师的缺点 爱洗衣服 看李老师爱洗 我觉得杨老师应该能猜出来 我还真不好猜 你给点提示呗 是外赛还是内在的吧 内在体现到外在的 我每天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有些创牌排练的时候 比较脆弱 差不多了 是两个字吗 我写了三个字 玻璃心 对 差不多 很时髦的一个字 玻璃心也不时髦 再时髦点 我看你时髦的 像现在的 玻璃心在我这挺时髦的 玻璃心 玻璃心咱们上小学时候就有了吧 你确定这词他记得住吗 肯定记得住 睡着了 没事 不用讲 他一会儿就行 他一会儿一觉没关系 受虐狂 我在你心里受虐狂是吗 严老师 受气包 差不多 然后就换成一个很新潮的词 你的心潮可能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 但真的很心潮 偷感中 偷感中 我一直不懂什么叫偷感 我只知道这个词 哥 你看我 偷感很中 你偷感中 对吧 因为你像一只耳 偷米偷油的感觉 我就想找你 但你偷了什么呀 我现在觉得 我可能要讲那个故事 没有你们接的这些话 有趣了 我现在又开始陷入了 吉他不自信当中 就感觉小心翼翼的 对 对吧 然后就比如大家 在几个天的时候 然后可能每个人都在 随便瞎聊啊 讲笑话 然后就会担心 哎呀 万一我讲个笑话不好笑 怎么办 或者讲问题 大家是不是就是不好笑 所以大家只是随便笑一笑 或者怎样 就这样 是到了这儿才有的 以前在你们 我完全到这儿才有的 不太自信 可能是到这儿 真的啊 对 就小心翼翼 就小心翼翼 是 五盒饭都不敢多吃 就会有很多 做怀疑在 对 就超怀疑 超怀疑 跟我们在向上界不一样 从一个巅峰掉下来 看清自己 这都是个过程 挺好的 都是过程 哎呀 我想问一下哥 你那个骑摩车的事 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呀 渊源是因为 当年说像赶场 对 从一个剧场赶到另一个剧场 就怕堵车 张云雷坐我后边 前面那个 兜里还堆多几点 弄出一个摩托车 带着所有我们当时的大腕 在印度展演的时候 没有 那是十多年前 后来才开始想去旅行 去摩旅 就像从北京到巴黎 我们那边 对 对 有路过去吗 走哪条高速可以到巴黎啊 就全程有路 京巴高速 京巴高速 北京到巴黎的一条高速 后来才开始想去旅行 去摩旅 就像从北京到巴黎吧 对 对 有路过去吗 走哪条高速可以到巴黎啊 就全程有路 京巴高速 京巴高速 因为北京到巴黎的一条高速 这骑过去要多久啊 一个月 两三个月吧 才将将到 你要真凭速度的话 我两个星期就可以骑到巴黎 就是睁眼就骑车 然后累了就睡觉 有很惊险的事吗 就是我们在一个区域里边 外边就有人开枪 对 枪一响 我直接那是大卡车 我直接就滚在大 就是你没有在战乱的地方待过 就是人听到枪声的第一反应 那是本能的反应 真的 你认得出来那是枪声 我枪我听不出来是枪啊 这是枪还是放冰炮 枪 你就是一大卡车 我一个鼓掠就滚在大 就滚在大卡车下面去 你摩托车呢 摩托车你别含摩托车呢 又绷着你怎么办 跟功夫熊猫似的 还有什么惊险 你被抢劫过吗 没有 到抢劫到没有 他看到好多大老爷们儿 骑摩托车 他会认为也不太好惹 他不会选择像我们这人下手 还稍微好 像丁哥这样应该跑不出 口感比较 顺逆吧 待会发生过误会 我们在交流站 手机在前一个地儿 把手机给颠掉了 颠掉完以后呢 我们就坚定地认为 是个交流站的交流员 偷了我们的手机 然后就想一什么招 把手机给要回来 然后交流站的交流员呢 就误以为我们要抢交流站 这不是一个sketch吗 对 这个事 我就说这可以做一做一本子 你什么时候说要做本子了 不要内耗了 杨老师快把讲法都告诉我 然后双方都报警 叫的是一个警察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后来怎么解决了呢 就叫了警察就说清楚了 然后后来发现 那手机是之前掉了 下一菜段的作品吧 OK 我觉得两位老师 现在还是单身状态 都单身 你们有没有理想型是大概喜欢的女孩是什么样的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 可能做演员这个工作就是首先来说 是不是得能互相理解这工作状态 我原来有一阵跟我爸妈在地生活的时候 我就会 我妈就说 我说你这样将来很难找人结婚 完全错 因为那时候我们晚上演出 回来以后到家两三年 我妈已经睡了 我睡的时候 我妈可能五六点钟起床 然后中午起床 下午收拾收拾走了以后 我妈才回来 就在一个房间生活 俩人没见着 这确实是个问题 我之前没有那么晚回过家 然后我是跟我奶奶在一块生活 我在米蔚创牌的时候 前一两个月 我奶奶会来批评我 就是说 就是我要给你导演打电话 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 怎么还不睡觉 你们这年轻人得好好休息 然后等到这两个月 我奶奶就都已经知道 就是你今天晚上还是三四点回来是吧 你明天还回来吗 这两个月奶奶就 这么早就回来 六点钟就回来了 我奶奶现在已经习惯了 《喜人奇妙夜》的强度了 所以这个会对比如说 责偶 会有影响吗 会 会有担心这个 但是我一直觉得 搞喜剧的男生很好找女朋友 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事 那不是一个单向的事 那家里会担心吗 没有吧 我觉得到这个岁数家里已经习惯了 看开了是吧 家里看开了 但会明天安理点吧 不会了 我妈现在四号不会了 你还会被点 还会 就是不会催婚了 不会说你应该找怎么样的 但比如说 我爸爸会天天抱着狗 像抱着孙子一样 然后在我面前晃 然后让狗狗叫自己 爷爷 叫爷爷 对 对 用狗来阴阳我 用狗来阴阳我 那这样直接问个直接的吧 那你就是对这帮喜人啊 你觉得谁最看不上 杨老师 杨老师 有点太圆滑了 对 不能说杨老师 就是我们这帮人 对啊 这帮新喜剧这帮人 但我真是看不上杨老师 你不是说什么 你怎么看不上看呢 杨老师入睡太快了 假话 入睡太快的意思就是从来不睡觉是吧 反正我抱着这个 我就这么说 杨老师入睡太快了 有人抱着我 老不聊天就睡着了 那最喜欢谁呢 这些人那个 杨老师 入睡太快了 明白了 杨老师入睡快真的是一个 他是真入睡快 还是睡不着啊 因为这假话是 我晚上睡不着 白天都睡 呆着呆着呆困了就能睡 就倒点想睡睡 就白天说着说你就能睡 能睡 但是晚上一倒点就睡 就说一想 要睡要了 就是上床盖杯又睡觉就不行 就特焦虑就睡了 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节目呢 我那天也想来 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节目 特焦 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参加什么东西 会觉得 不行 我就得证明我也行 我向别人证明也好 我向自己证明也好 但到这个节目就是 就是觉得应该来 就是应该 就是想看看小马天天在忙 马徐冬天在忙什么 我想看看大索她在干嘛 她们天天说好痛苦 她们到底有多痛苦 我想看看 是道理的 天真的吧 那现在呢 现在是知道她们很痛苦了 但我已经退不出去 我 师哥师姐那个赛段的时候 我见了小马 真的 以前见了小马 我都跟小马就连锋带玩 然后这次见了小马以后 真的是上去先抱 我妈 真的太难了 我真的觉得太难了 就由衷的觉得很太难了 真的挺难的 下回还来了吗 我也挺蛮好奇 因为相声其实和SKY还是挺不同的 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对吧 你们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现在感觉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认为有那么大不同 我们来这些事也是将来让大家都认为没有那么大 我将来将来SKY的演员拿几项子就能说 项子演员拿几项子就能演 我希望是这样 艺术肯定是相通的 对 我觉得肯定是相通的 但是现在好像就是我们谁都没有找到一个他真正通的那个点 就比如说孔老师 孔令伟老师 他就是同画剧舞台的那一些东西 但是好像孔老师他就是能找到那个相通的点 然后就能把他的最大的那个优势放到这 然后也让这边看到很多的这种舞台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找到那个相通的点 就比如我们要把自己最大优势放在这以后 然后会说你这个太像说像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相承认出来的东西让大家认为太像说像 就相承本身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这是我们来这个节目的我们想法 我们俩在本行也都比较叛逆 我觉得颜老师这个想法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特别大胆 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对的一个思路 我也觉得就是真正做艺术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态 就觉得我和你没有很明确的界限 对 因为那个什么我看《一代宗师》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个话就是他掰那个饼掰完以后 那个梁高伟就都赢了嘛 然后都是赢在想法上 就是说全有南北国有南北 就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说喜剧哪怕说此该去可能是美式喜剧 或者是怎样相声是传统中国的 漫才是日本的 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跨出那一步 大家都是由内而外的掏出这个想逗大家乐的心 展示在台上 对 然后这个艺术形式只是稍微给你规训了一些你的表演状态 表演方式 总结了一些前任的经验 剩下的再多的规律都是束缚的东西 如果你说搞老师是像的 我会很高兴 因为他没有桌子 也没有大挂 也没有时长 这就是将来的相声 对 相声就是可以这样 为什么相声就不能有几种的变化 有故事性 有那个穿着 对 他就是相声 有角色的扮演 而且相声就是这样 如果你认为老师老师很像此盖是这个相声 OK 我跟李宗来的目的其实这是最大的意义 我说这一定是能可以做到的 但一定要有人先做敢做这个事情 就让他们俩来 跨出了他们的圈腾 来到了新喜剧的这个赛道 那这样的话 可能有一天 我们新喜剧也去相看那个赛道 对啊 对啊 那怎么不行 我觉得有这个开关 真的一个契合的桥梁 对 就很好 我送你们来